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评论不少 大部分媒体停留在对朝鲜意图的猜测上 有认为朝鲜企图借这次展示向西方国家示威的 有认为朝鲜此举是为了拖延国际谈判的等等 但是似乎他们都假装没有认真地看朝鲜人到底展示了什么 这和我国2019年国庆七十周年阅兵室颇有相似的数 西方媒体不育儿童都自己捂住双眼大喊 不停不停 我们念经 其实他们当然不可能没有认真看 朝鲜此次展会上首次展示了多种按照西方媒体观点 应该这辈子也造不出来的东西 这里面最令他们恐惧的当然是火星8号导弹 这种导弹的头部外形 看起来和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东风17的滑翔弹头如出一辙 而它的火箭助推器部分则看起来似乎来自于火星12中原程导弹 虽然韩国发明声称前几天朝鲜进行的火星8式射中 该型导弹的滑翔器实际上仅达到了300Hz速度 滑翔距离200公里 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又承认 这是因为他们的以色列绿松石雷达 未能跟踪上火星8号的滑翔飞行 因此所谓三马赫200公里的说法 其实根本也不具备参考意义了 当然了 与东风17这样的全程大气层内滑翔 最高速度10马赫的世界领先水平相比 火星8号那只能说是朝鲜在现有水平上 最大限度努力的结果 它的滑翔体外形在大部分方面都和东风17的滑翔区 那叫大差不差 但是问题是朝鲜它并不具备中国为东风17专门开发的 先进热管理系统和热防护系统的设计水平 也不具备中国每年进行上百次高超速度飞行试验 所积累的庞大的高超速度飞行的数据库 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造出来的火星8 进行首次试射以后 也未能有效的回收飞行试验的滑翔体 所以实际上朝鲜所有的远程导弹试射 都未能实现弹头回收 那么这就有两种可能了 要么朝鲜确信它们的滑翔体 和弹头的耐烧时设计 具备很高的可行性 高到不需要进行实际试射也能保证成功 要么就是朝鲜获得了相关国家提供的成熟设计数据 自己只是进行了一些理论上可行度很高的改动 如果不然的话 那朝鲜的远程导弹试射 从不回收弹头的行为 就实在是太不可思议无法理喻了 那朝鲜通过合法或者非法手段 从俄罗斯乌克兰等国获得相关数据 并不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朝鲜并不缺少技术方面的know how的指点 那其实咱们也曾说过 火箭导弹技术相对同等技术水平的航空技术 有着一定的知难行逸的特点 毕竟火箭的工作时间只有几百秒 而飞机的全寿命要飞行几千几万小时 两者在工程学上的要求那是完全不同的 正是因为如此 像朝鲜这样的国家火箭导弹技术想要突破 需要的是深度的友好关系 需要与援助阁建立真正深入的互信 一旦获得了技术方面的援助 它就可以获得很大的突破 这个就和航空工业不一样 比如说美国可以把土耳其扶植成一个 航空制造业的重要国家 但是却不会向他们提供火箭技术 这样他们最后只能在中国当年出售的 卫十一火箭技术上慢慢发展 这原因就是航空工业太复杂了 你得到了制造F16战斗机部分零部件的制造秘诀 它并不能帮助你真正设计出F35这样的新战斗机 你只能成为美国F16国际生产体系内的一个供货商而已 最后你想要发展自己的战斗机 仍然需要老老实实去从风动发动机试验台 这些基础项目做起 但火箭就不一样了 你获得一套卫十一的发动机要助生产线 你就可以在它基础上开始加加减减 开始开发接近于中程导弹水平的导弹了 毕竟这个火箭涉及到的制造难题 比飞机它要更加的集中 正因为如此 朝鲜在此次展会上展示的先进导弹 虽然大多并不是他们自己宣传的那样 能够把南方败贼腻的炸成一片表白地 但是它确确实实的可能有不错的实战效果 咱们之前一期要助特快里盘点了朝鲜的导弹实力 虽然他们不足以真正击败美韩 但至少能够重创美国在日韩的驻军 这其实就已经颇具威胜利了 但现代军事博弈 远远不是光有强大的打击能力就可以全部解决了 朝鲜的导弹实力也并不足以完全确保其国家安全 这里我们就得分析一下朝鲜的常规军事力量 我们跳过冗长的对朝鲜军事实力数字的各种罗列 直接开始说结论 朝鲜的地面作战力量相对于韩国 可以说总体而言半斤八两 朝鲜来之后 苏联对朝鲜军事力量是存在着一定的控制的 没有向朝鲜提供大量具备机动能力的火炮和地面突击武器 而总体朝鲜技术装备的档次 也一直被限制在与苏军自身武器装备相比落后一代的水平 我们显然可以看出这是苏联为了避免朝鲜获得突破三八线向南进攻的实力而采取的限制措施 相比之下南朝鲜也受到了相当的限制 其武器装备技术水平也一直都和台湾地区半斤八两 但是冷战结束后 与南北朝鲜经济力量上迅速了一个差距 两者背后的支持者提供的支持力度也不在一个水平了 双方的地面力量方面的差距就开始给拉大 到今天 韩国已经利用西方引进的大量技术发展了新一代的地面作战力量 尤其是在炮兵方面由于经费充足 他们拥有超过两千门的各种自行火炮 同时韩国的坦克从质量上相比朝鲜也拥有巨大的优势 这就更不用提他们已经拥有了以美制武装支撑机为基础的强大陆军航空兵 此外 韩国的远程火箭炮虽然技术上已经不如朝鲜所新开发的这些产品了 但是他们是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大量装备了此类武器 而朝鲜近几年才开始取得突破 不过呢 虽然从技术上来说 韩国的地面作战力量实力却是超过了朝鲜 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信息化作战能力 而朝鲜仍然停留在未能完全实现机械化的水平上 但是双方在战备水平和人员素质方面的差距 那实际上很大程度上那是反过来的 最近韩国军队食品保障又一次上了新闻 已经有不少其他的UP主分析过 实际上韩国基层部队的待遇 它一直是韩国的一个政治问题 这绝不是说韩国的经济已经困难到让部队吃不饱的水平 而是这个问题涉及到韩国内部的政治斗争 而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 实际上也损害了韩国军队的士气 那更不用说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训练和人员素质 相比之下朝鲜庞大的军事编制 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也是该国的国内经济困难 带来的这种特殊做法 但朝鲜相当一部分的作战部队 即使在困难时期也能够得到相对充分的食品供应 维持一定水平的训练 至于说战备水平至少 朝鲜在三八线沿线的一线作战单位的战备水平 仍然是相当高的 这种战备水平和人员素质的差距 在延平岛炮战中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韩国军队使用着技术上相当先进的K9自行火炮 依然打不过使用老旧的BM21火箭炮 甚至是Z43野战炮的朝鲜军队 这显然就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了 其实在地面作战力量问题上 中美朝韩和俄罗斯都很明白 三八线两侧双方已经经营了几十年 加上朝鲜半岛复杂的地形 所以尽管双方地面部队的技术上存在着相当的差距 但实际上双方庞大的地面力量 都无法真正的取得压倒性的优势 所以朝鲜现在有加强地面力量的技术水平的需求 但是这种需求并不迫切 相比之下朝鲜在整个冷战时期 一直拥有一只技术水平不错的空军力量 冷战结束前 朝鲜空军的主力战斗机是120架中国制造的殲7 26架米格21比斯 35架米格29 56架米格23和34架的苏25攻击机 再加上97架安装了炸弹挂架的殲6 而他们的对手 韩国空军拥有的是100多架F5E 几十架F16 近百架F4E 从技术水平上来看 当时朝韩空军单独比较的话 朝鲜并没有吃大亏 但是从冷战结束 韩国空军进一步取得长足进展 将F16战斗机的数量增加到了167架 此后又在21世纪初购买了56架朝鲜 根本无法相抵兵论的F15K战斗机 然后又自行制造了60架FA50高级教练机 为基础的攻击机 近来来韩国又获得了F35A隐身战斗机 那这样一来 朝鲜空军的实力就显得完全不够看了 其实冷战时期 苏联一直都是向朝鲜提供 他们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和强击机的 原因也很简单 如果朝鲜使用这些飞机去进攻南朝鲜 那么就必然去挑战美国空军 这是朝鲜无法战胜的对手 但反过来 如果南朝鲜摆脱美国单方面进攻 那么朝鲜就需要能够对抗他们空军的一流战斗机 这就是苏联向朝鲜提供一流战斗机的一个根本原因 但是今天朝鲜空军显然已经不具备执行这个任务的能力了 韩国空军现在已经具备了压倒朝鲜空军的能力 尽管朝鲜也有对应手段 就是装备大量的精确制导的弹道导弹来瞄准韩国的机场 但是由于朝鲜装备的导弹数量 不可能达到将韩国空军阶级彻底摧毁的程度 因此从双方长期对抗的情况来看 韩国如果主动攻击朝鲜 仍然可能压制朝鲜 尤其是朝鲜的防空系统也远达不到现代化水平 其主力防空导弹至今仍然是S-125导弹 这已经是老大牙的装备了 这次朝鲜在防卫2021展会上展示的新型防空系统 应该说这种导弹的基本构型确实正如我们此前所想 基本上就是以前自行研制的闪电防空导弹为基础 追加大型的过去猪推系而来 但是这种上世纪80年代苏联S-300P早期型水平的导弹 实际上在今天仍然谈不上先进 那么从这一点来看 朝鲜至少需要100架左右的现代化战斗机 这是朝鲜军事工业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 原因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虽然朝鲜已经拥有了一套小而全的工业体系 并且能够在获得外部一些关键技术和成品支援的情况下 基本可以保障其绝绝力量的运转 但是距离能够自行开发一种战斗机 这实在是差得有点远了 此前已经有不少人分析 朝鲜作为雪盟 我们可以向朝鲜提供点什么样的援助 那首先我们基本可以确定 由于朝鲜基本不具备完整的航空工业 因此提供技术援助让朝鲜自行研制 这种现代化的清新战斗机的想法 那显然是不现实的 那么第二就是向朝鲜提供FCE骁龙战斗机 这种对于朝鲜空军来说是一种比较适合的装备 毕竟他们已经拥有了操作米格21的丰富经验 使用骁龙也可算是系统内升级的一个选项 但是问题是我国已经将骁龙战斗机的生产业交付给巴基斯坦 现在成飞已经不可能专门为朝鲜专门生产一批骁龙了 朝鲜只能向巴基斯坦去购买骁龙 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虽然一边是雪蒙一边是全天会友谊 但朝鲜和巴基斯坦之间进行交易 那显然也会有一些类的问题 这也不太合适 所以基本上就只能是向朝鲜提供解放军现役机型的外貌版本 那我们的歼11系列飞机 那与俄罗斯有协议不能与外貌 所以那也只能pass 那么剩下的就是歼10系列和歼轰期了 之前有不少人说过向朝鲜提供歼轰期的可能 但歼轰期毕竟比较老 在我欧空军基本上也已经处于基本发挥预热的状态了 那么对于解决朝鲜空军现在面临的难题 缺乏能够在空战中和F-16V、F-15K对抗的主力机型 它没有任何帮助 到了今天 在中国空军的作战序列内 兼轰期飞机的主要任务 应该说还是在取得制空权以后 充分发挥使用成本低的优势去执行轰炸任务 有点类似于今天的俄罗斯空军使用苏-24这个逻辑 而如果对面有强大的防空系统的对手 那么歼16依然是我们现在最仰赖的机型了 所以这样一圈看起来 歼10是最符合朝鲜需要的 也最适合向朝鲜提供的一个机型了 那可以想象如果朝鲜获得几十架的歼10A战的机 他们就可以一定程度上恢复冷战式气量的 独立对抗航空军的能力 虽然仍然谈不上优势 但至少可以让朝鲜空军有一战之力吧 当然此外朝鲜也需要红79B1这样的高性能远程防空系统 假如朝鲜能够获得几套红旗9B1 加上用于野战防空的红旗16E 或者更先进的雷鹰70导弹系统 再加上50架左右进行局部改进的歼10A 比如说将改为采用无锡中航工业雷电所所开发的风能 有原线控制雷达 或者干脆改的大一点 用于巴基斯坦联合开发的JF-17Block 3 一样的KLJ-7A有原线控制雷达 搭配上霹雷10E和霹雷15E空空导弹 那么它就可以和韩国即将获得的F-16V为主的空军 由于平衡 如此的发展将会让朝鲜半岛的空中力量 从严重失衡变为基本恢复平衡 朝鲜的安全焦虑也将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缓解 这也许会引发韩国的不满 但从军事平衡的意义上来讲 这显然有助于半岛局势的稳定 当然了上述也只是我们对于朝鲜 未来军力发展另有可能性的描述 不能代表这样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 顶多说这是合理的选项之一 或者说在韩国未来发生政局 或者政策变化之后 是中国可以的备选发展之一 好了 那么这就是本期亚洲特派的全部内容了 最后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的新公众号 洗碗的洗亚洲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